詞曲 李宗盛 都在最后化为沉默 所有的柔情都必成空 或许我可以 伪装不在乎的笑容 却又锁不住撕裂的伤口 所有的感觉 都在最后随风飘落 所有的故事将成传说 或许我可以 掩饰一个人的脆弱 却又逃不出思念的枷锁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流泪 什么样的记忆才叫做伤心 也许我永远无法了解 只有在风中告别尽有的爱情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流泪 什么样的记忆才叫做伤心 也许我永远无法忘记 这样让我心碎的人 是你 我杀人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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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了你 我们先逛一下 然后一块接小厂下班好吗 可是姐姐没去上班 家和说她跑了回家换了衣服 又跑出去 会不会跟小侯约会去 怎么可能 他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一起留班的 之前啊 之前我还以为 要跟你去约会 怎么可能 我已经跟你约了 怎么可能再去约他呢 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呢 我跟小侯收拾 君子不担任所态 小侯也跟我承认 他喜欢小强 所以啊 我以后约小强的时候 最好连小侯也一起约走 你的小侯啊 对我有不必要的误会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小侯不喜欢我姐姐的话 那你会追我姐姐了吗 我跟小强只是好朋友而已 绝对没有扯到什么儿女私情啊 可是好朋友感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有可能变成儿女私情啊 可是小强并不是我理想中 那种可以发展感情的对象 那你理想中的女孩子 应该是什么样子 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最好能跟你一样 有一头漂亮的长发 你呢 为什么 每个女孩子心目中都有个理想的对象 不是吗 好了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我想大概跟一般人一样吧 我不会很在意她的出生 不过我绝对在意她的品德 然后她一定要对我很专情 而且要上一心 还有真意感 你的条约也蛮高的嘛 像你说的这种男孩子 不是很好找 不会啊 像 像 像你就蛮有上一心 蛮有真意感的 小妈 小妈 小妈就说 我有几个大动作里做一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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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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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原来脚了是不是 很疼是不是 嗯 我里面有个亭子 我扶你过去坐一下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来 来 我把你扔了好快 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好 看你以后还平衡 那你以后还要不要跳舞 我看我们走了 小微 这么巧 你们也来这儿啊 没有妨碍到你们吧 你看 你把脸都红了 你们也不错啊 这么快进入状况啊 哎 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啊 我那胡说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会不知道 好 好 好 我们走吧 我们不要打搅别人 嗯 拜拜 拜拜 二姐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的啊 大什么事了 大姐跟你小和出事了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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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 小伯 小伯 你慢着 我 我 放心 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事了 小伯 我姐姐呢 你到医院去了 姐 小强 怎么样了 还好 我没事了 还好 我没事了 要是你被糟蹋了 我被打死了 出声不可 小强 你不要这样子了 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冲动 已经闯祸了 你就不要怪他了 小强 也是一时前期才有闯祸的 对吗 而且现在事情都发生了 都不要激动 大家先冷静一下好吗 你早一定要坐一下 我就帮他拜保释手续 好 对不起 他现在暂时不能保释出去 为什么 因为被他打上了那个人 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如果他有什么万一的话呢 我们会以虚意谋杀的罪名 来起诉他 我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啦 我不要坐牢 那怎么办 警察先生 他真的不是有意的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们只有祈祷伤者没事 你不要救我 我不要坐牢了 我不要坐牢了 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不要坐牢了 我不要坐牢了 姐 怎么会抽牢了 我好烦 好不容易才把烟戒掉 不要再撑了好不好 今天的事情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至于小猴 我想他不会那么倒霉吧 今天要是个三长两段 小猴马上变成个杀人犯 我怎么对得起他 我绝对不能让小猴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 我一定要救他 我一定要救他 可是现在我们只不天天有命啊 你挂出鸡都没有用的 挂出你 不可以再出任何状况了好吗 都是我 都是我 小猴今天早上把他高高兴议的去上班 都是为了我 他现在在牢里 你 难道我余强天生就是造靶心吗 我为什么不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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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姐 不要这样子了好不好 这只是个意外 没有人料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不要自责了 小猴要是因为我坐牢 我一辈子不会好过的 小猴 我好想哭 我好想哭 想哭 你就哭嘛 小猴 我对不起爸 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小猴 我对不起你们 没事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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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担心了 我看不管怎么样 小猴这座官司是跑不掉的 明天我就去找老爸 好 看来有不好一点的律师 介绍给我了 可是请律师 要花很多签的 真的会想办法 反正到这个节骨眼 最后看一步走一步 担心有没有用 我已经跟我老爸约好了 你要请律师 对 对 小强一个朋友出了点事情 事情不会很严重啊 暂时还不知道 不中 是你女朋友的事情 不要说是请律师 就是更大的事情 我也会帮她撑到赌 你放心啊 好 你想哪儿去了 我跟小强只是 哈哈哈哈 大哥你不要说了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 你在 餐厅里打工的时候 他特别的帮助你 后来他又让你搬到他家里面去住 这不是男女朋友是什么 爸 好 郭忠 你是知道的 我在帮人家忙之前 一定要把条件谈好 如果小强不是你女朋友 我就没有必要帮他这个忙了 我 对不起啊 我上个洗手间 你们慢慢聊 哈哈哈哈 你看了没有 太害羞了 这就是默认了 哈哈哈哈 没有电话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没有 你有没有电话 没有耶 真的没有 没有 你别走 你给我站住 站住 你的情材 小姐你干嘛 我又不认识你 那你尊重点 尊重你 一個女人瘋了 快來 小姐,小姐 走開 這位女士的同志,你不要走 鳳姐 二叔,發生什麼事 大哥,這個瘋女人 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大哥,把她趕出去 我是瘋女人,你不認識我 郭忠,他什麼叫阿舅 你沒認識啊 你知道是誰幫我迷婚,帶到飯店的嗎 這,這,這不回事嗎 是,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誤會 誤會 你這什麼話題 公主,公主你不可以 公主,公主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沒有關啊 公主 你是女老子 誰以為我找金藥黨公主的女朋友 你們給我解釋個機會吧 不會吧 不會吧 說說 我敢罵死我對你的女朋友 今天沒有怎麼樣 我承認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對她從而不回 但是在金藥關頭 我發現她身上 以後我們任家這個小警郎 所以我知道 她跟我們任家一定是有關係的 我再怎麼不吃東西 也不會去吃自己人嘛 對不對,公主 對不起 你叫我說你什麼好 我抱歉 道歉 你知不知道 我一個朋友因為這樣 現在還快去拘留所裡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已經不重要了 請你以後不要為了滿足自己的獸運 而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操叹女孩子 要不然 我們任家人所有的臉都被你丟光了 對不起,我一定改過了 走 走 我請兩位吃飯 專程向你們賠罪 我想 我不會喜歡和初生一塊吃飯 是 我們走 郭忠 這下囚大了吧 以後你不要回來 又進了我們任家那裡 郭忠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是這樣子 我跟你二叔也見過幾次面 可是我看他衣冠楚楚 沒想到居然會是 這件衣冠禽獸 對不起,我剛說 我不該用什麼畜生禽獸來罵你二叔 他本來就該罵了 今天要不是我老爸在 我不要害人揍他一頓 事情過去也就算了 現在最重要的 是要想辦法救小猴 觀眾,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 儘管跟我開口 謝謝 我會處理 我會處理 你的問題解決沒有 什麼問題 辭職的事 郭忠,你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要辭職呢 怎麼說呢 家家有本來念的經嗎 你有一份那麼好的工作 偏要辭職 哪像我 做牛做馬的 連份卑微的工作都保護 殘境內紛紛做 不做也罷 暫時不要去想那個問題 謝謝 郭忠 最近 你上班的情形還好吧 還不是一樣 最近發生這些事情 倒是耽誤了不少公事 像今天 我就是請了假 待會兒還要陪小翔去看小猴了 真不好意思 沒關係,陸老闆應該會諒解 是嗎 沒有,我是說 我很羨慕你們老闆那麼支持你 至於我 李芳,不要這麼說 我們是多年的同學 看在我的面子上 幫我爸爸的忙 不要辭職 我想沒有意外的話 最遲明天 我的辭職就會交到你爸爸手上 來約了朋友,我們坐一下 我先走了 郭忠祥 地方真的要辭職嗎 地方啊 讓你坐著 不要客氣 坐… 來…抽圓… 謝謝 我記得那天 你是不是說 我只要把切結束拿來 跟你交換合約束之後 那七百五十萬 就是我的 對啊,對啊,對 你那天就是這麼說的,沒錯啊 這是我的切結束 好… 本來我是想找一家飯店,請陸董吃飯 慶祝一下我們的簽約 可是沒想到陸董比我還急 現在就催我過來簽約 我當然要急啊 網絡裡這個大將到公司來上班 你說我能不急嗎 哈哈… 立方 這個合約書喔 一四兩份 你統統拿去仔細的看看 有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沒有 陸董的為人啊 你們大家都非常了解 合約書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陸董,那關於總經理這個職位 對… 總經理啊 從現在就生效啦 陸董,那任光宗 光宗的事啊 我是這樣打算 你上任的那一天啊 也就是光宗離開我公司的那一天啊 不過你放心好 我姐都會安排的啊 她的離開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對了,立方啊 合約書我也簽字 也該張啦 是不是也該你,簽字該張啊 應該的 好… 好… 副總,合約書一四兩份 一份你的一份我的 好… 好… 年輕人喔 做事就是這麼草率 難道你就沒有發現 合約書上有漏洞嗎 副總,沒有問題啊 那你的紙紙稀稀稀看我那個簽名跟蓋章的地方 有沒有問題啊 我簽名那個陸鋼那個鋼子啊 是鋼材的鋼 是… 那印章那個鋼啊 是鋼木的鋼 是密字旁的鋼 難道這樣是對的嗎 啊 用力吧 我早就看出你是一個見立忘憶之徒 果然我沒有看錯 合約書上 你只看到七百五十萬的數字 還有總經理那三個字 以外的 你就才迷心俏了吧 你在耍我 我不但要耍你 好久還要利用你啊 你覺得 我還會被你利用嗎 這份合約書在我手上 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拿給任大軍看 你想想看 任大軍要是看到這個合約書 他有什麼反應啊 你好卑鄙耶 好… 難道你賣族求榮 就不比我卑鄙嗎 我現在慎重地告訴你 你現在立刻跟我回去 好好的勸引大軍 以底價四千萬賣我 去 走啊 去 走 走啊 還有 從今以後不准你來找我女兒 路哥 你給我記 你今天對我的一切 我會雙倍碰還 好 東江 你一個人來啊 光忠陪我來 他現在人在外面 没有想到 那个阿娟会是光宗的二叔 我也真没想到 这道平安符居然救了我一命 经理那个杂碎线怎么样 还没有多个危险期 个王八蛋 他最好死了算 他要是死了 你不就毁了 我搭不了枪毙吗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 我现在每天求生拜佛 都希望他千万不要死 小强 我现在还不能保释啊 不过你放心 我和光仲 我也请最好的律师 来打你这场官司的 哪来的律师费呢 这你不要担心 我会想办法 你帮我谢谢光宗 你告诉他 我出去小弘将来一定不把钱还给他的 小弘的 小弘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吗 如果不是为了我 你也不用受这牢狱之苦 我 你不要说这些嘛 为了您要小弘做任何事 我都心甘情愿的 小弘 小弘 傻瓜 要哭嘛 小弘 这个福 你先带着 干嘛 希望这道福 也能像保佑我一样 保佑你早点出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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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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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什么好聊的 你不开门 我有办法让你开 你的脾气我还不清楚啊 立邦 你说我是大少爷 那你是哪个聪啊 立邦 我老爸说得没错 你没什么了不起 你根本就是个笨蛋 比笨蛋还笨的笨蛋 因为你狠心啊 你离开人公司 你哪里也混不开 你要自我陶醉 自我膨胀 你根本就没出息 你看你开门了吧 你骂我笨蛋 老 你才是笨蛋 你是大笨蛋 你真的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啊 本来 我还想尽最后的努力来劝劝你 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 看清清 我这一趟是白跑了 光总 其实我 算了 其实 人各有志 你 希望你跟我爸公司 最后 能够找到一份更理想的工作 我们来试试好哥们 我还学不到身心小魏 你把一块去接金华 我没打算去接他 你怎么也装了 我真的没准备去接陆金华 而且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他见面 不过我可以送你去 你跟金华怎么了 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昨天我也以为一切是美好的 走吧 你确定你爸一定会来接你吗 虽然我没有跟他约 不过我预感他一定会来 这叫做心灵相通 好 你看 他明天在那边等我们呢 你干嘛不开过去 我不开过去了 你在这里下车好了 我看你是真的跟金华闹别扭 对不对 你不要再问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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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问就不问吧 那我下车咯 那我下车咯 小薇你看 立邦来了耶 还有任大哥也来了耶 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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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我还想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没有跟立邦闹别扭 哪有啊 那我就奇怪了 立邦怎么今天看起来怪怪的 我们不会都想看起来这么 longtemps 不用你 fields 我看那个样子 我看那个样子 那时金华中立邦的闹别扭 可是金华他是說不叩 我想 按着比�它 她是手工作情绪的意思 后也在沈 是 你看好他們兩個嗎 應該很好 我剛好跟你相反 為什麼 第六感 你怎麼會突然以你的第六感來判斷事情 不相信的話看看他們有沒有結果 你就知道了 你的第六感那麼強 那你可不可以用你的第六感來判斷一下我們 我們什麼 我們的這段情 我是說 我們這段友情 能不能長久 我又不是神仙 我怎麼能夠預測呢 何況只是友情 反正時間可以證明一切的 他們兩個怎麼今天那麼早就睡了 也不早了 我都快十一點了 你先去洗澡 我去看小翔睡吧 你回來啦 對不起把你給吵醒啊 沒關係 我正要等你 都累成這樣了 趕快睡吧 還等我幹什麼 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啊 哦 什麼好消息 我剛從醫院回來 王經理已經度過危險期了 真的 王經理既然已經度過險境了 應該開心才對 幹嘛成為孤零 他雖然度過危險期 可是傷勢還蠻重的 我問個大夫 大夫說他腦神經受到嚴重的破壞 可能以後右半身都不能動 我擔心小猴還是會被告 我一直要求見王經理 求他不要告小猴 可是他的家人一直不讓我見他 還趕我走 我想就算你見到王經理 他們也不可能願意撤銷對小猴的告訴我 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希望去求求他 小猴為了我弄成這個樣子 我如果不救他 我一輩子都不會好過的 這樣 對了 我今天去看小猴的時候 把你送給我領導福 先寄給小猴 讓他帶在身上 我真希望 領導福能夠保佑我逃過一劫 也能夠保佑小猴平安出來 其實這個事情根本就是我二叔引起的 對你 對小猴 會感到十分的愧疚 還好老爸今天答應你 有什麼事情他都願意幫忙 我還覺得好過心 我還覺得好過心 今天你老爸一直誤會 我是你女朋友 真不好意思啊 他怎麼想睡他 不用跟他解釋 那他還是一直誤會下去怎麼辦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你先睡吧 幫忙 什麼事啊 睡吧 我還在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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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薇 无论如何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跟你见一面 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五分钟以后 我就到你家地下停车场 你在那里等我 如果五分钟以后我没有看到你的话 我就到你家去按门铃 喂 喂 喂 你不敢再愿意想你 只放逐我自己 沉迷在风中雨中 往事随它去 不敢再留你爱你 只放弃这段情 风拖在眼中心中 等你的悲哟 风拖在眼中心中 等你的悲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